在国内,一堆烂摊子没收拾好,在国外又要混成了孤家寡人。 拜登政府近日被接连打脸。 我们一一来看。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威严耸听,遭毒蛇网友疯狂怒对,拜登政府遭遇打脸没商量。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切要从拜登对中国造汽车宣战开始说起。 近日,拜登发表声明,宣布将采取措施,阻止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网联汽车和卡车进入美国市场。 理由是,这些中国造汽车的网联操作系统会收集有关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将这些信息传回中国,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拜登宣称,美国商务部将马上采取行动,启动安全威胁调查,并有可能会针对中国生产的汽车制定新的法规或限制。 紧接着就由美国政府官员叫嚣,这只是第一步,之后还会有更多应对政策。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低成本的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极力配合拜登,炮轰中国造汽车,威严耸听,极力渲染中国威胁。 近日,雷蒙多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苹果手机,可以记录大量信息。 然后,他渲染称,想象一下,有数百万辆中国汽车在美国的道路上行驶, 每天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回北京。 他还煞有其事地说,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北京能让他们同时熄火。 如此耸人听闻且极具针对性的言论,竟然出自美国商务部长之口,属实令人瞠目。 而雷蒙多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原因或许有二,首先,也是最直接的。 他就是为了给拜登政府即将启动对中国造汽车开展全面调查,试图阻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寻找借口,制造舆论。 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次,也是最根本的,美国自己就是这么干的。 不管是盟友的,敌对国家的,甚至是自己的公民,通通都逃不过美国政府的监视。 盗窃美国公民个人隐私的,从来就不是外国企业,而是素来就爱贼喊捉贼的美国政府。 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鬼,才会天天疑神疑鬼,觉得全世界都想监视美国。 毫不客气地说,美国这种行为,宛如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而且限制了美国消费者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进口电车的自由。 如果这么折腾下去,到最后美国汽车市场只会失去活力,愈发没有竞争力。 令人欣慰的是,美国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以说,这些网友几乎一边倒地对雷蒙多的表态进行讽刺和回怼。 举几个例子,有美国网友怒对称,纯粹的偏执狂。 还有网友无奈地说,美国指责别人所做的,正是我们自己正在做的。 还有网友讽刺说,我更担心的是美国政府。 确实如此,若按照拜登政府的逻辑,所有国家生产的所有带电子设备的产品,都能具备上述功能,都可进行远程操控,都有能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要想消除此类威胁,美国恐怕只能闭关锁国,或者干脆回到没有电子产品的旧时代。 另一边,拜登政府再次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公开呼吁,各国应利用好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将其用于支持乌克兰的持续抵抗和长期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迄今为止,耶伦在公共场合就此提议发表的最强烈的支持信号。 根据耶伦提供的数据,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多国已冻结了总价值约28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 一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提出,除非俄罗斯同意协助乌克兰重建,否则就不能归还被冻结的俄资产。 但考虑到合法性问题,对于能否直接动用这笔被冻结资产,西方国家仍存在分歧。 以法国政府为例,该政府明确表示,没收俄罗斯遭冻结资产没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换言之,这么做,违法。 早前,奥地利外长也曾公开表示,窃取俄罗斯资产降令欧盟蒙羞。 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的强硬派认为,就应该彻底没收俄罗斯央行资产。 而欧盟方面则更倾向于将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等意外利润转交乌克兰。 相对而言,欧盟的这一提议更受欢迎。 有统计数据显示,被西方扣押的俄央行资产超过八成在欧洲存在美国的不足两成。 换言之,欧盟方面的态度在如何处理被冻结俄资产的问题上至关重要。 话说回来,那么,美国为什么明知会遭到拒绝还要重提没收俄资产一事呢? 原因再明显不过,那就是没钱援污了。 截至目前,美国国会仍未通过一项涉及援污600亿美元的法案。 在此情况下,面对越来越迫切需要更多援助的乌克兰, 美国国防部的高官们正在讨论能否通过B计划, 及利用其他资金来源缓解当下的困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警告称, 美方若不提供援助,乌克兰会在俄乌冲突中失利。 换言之,乌克兰会输掉战争, 而乌克兰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将因此承担可怕的后果。 不过不管是中国造汽车, 还是如何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都不是最让拜登政府头疼的事。 根据美国国会两党今年年初通过的短期支出法案的到期时间计算, 美国联邦政府可能马上就要面临部分关门的尴尬局面。 消息一出,全网震惊,又要关门了。 这是第几次了? 闹剧再次上演啊? 等等,热议如潮。 有媒体统计, 这将是上个财年于去年9月30日结束以来, 美国政府第四次面临关门危机。 据了解, 1月份, 美国国会两党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协议, 为2024财年联邦政府的支出设定了1.66万亿美元的上限, 避免了政府关门。 按照双方当时讨论的结果, 政府临时运转资金将提供至今年3月初。 但问题卡在了这1.66万亿美元具体该怎么花上? 按照美媒的说法, 一个半月来, 众议院和参议院一直在非常真诚且努力地试图解决问题, 但一系列有争议的政策附加条款拖了后腿。 倘若预算协议细则没有定论, 除非现在能立刻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 否则包括农业部、交通与住房部、 能源部等美国联邦政府将部分停摆。 如果在3月8日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还谈不拢, 美国联邦政府将全面停摆。 真若如此, 拜登政府无疑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当然, 鉴于自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因梅前花已关门过20多次, 大家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出意外, 美国两党将又一次在最后关头达成共识。 然而, 见怪不怪的关门危机, 无疑再次凸显美国的机构和治理能力存在弱点。 近年来, 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 国会反对党议员通常会使出浑身解数, 与总统和执政党在重大议题上激烈斗争。 两党政治上的长期对立, 庞大规模的美债, 势必给美国社会发展带来更为严重的危害, 而最终为政客互私买单的恐怕又是美国民众了。